挑战对桃子说土味情话 还能再离谱点吗 今天我收到一条评论 真的是炸裂我三关 小小子 你是嫌我过得舒服吗 让醋坛子皮皮知道了 我骨头都要被拆散架 不怕吗 还有我小王子不敢做的事情吗 当然 我不是为了点赞哦 亲爱的大哥 我来了 我还在睡觉 大哥 起床了 大哥 你不困啊 你知道现在几点吗 知道 是我们爱情的起点 你吃错药了吧 是吃了 吃了对你无可救药 大哥 你这是干嘛 有话好说啊 滚 大半夜不睡觉 发什么疯啊 这第一天算是成功了吧 好大哥 我来了 大哥好雅兴啊 怎么了 大哥 以后我就不把你当女神了 没把你当男的 不去 这是把你心里话说出来了是吧 没事看我大招 那个 因为你是我的后半生 喂 圆梦精神科吗 快来 我这里游 多分了大哥 我走就是 今天是完成挑战最后一天了 加油 Origan 早上好啊 亲爱的大哥 听说你很强 是啊 有什么问题吗 以后你不用这么强 因为你的强来了 呃 皮皮 竟敢背着我偷偷给桃子表白是吧 臭的妈的 我是为了给果冻表白 才这样的 骗子 我都盯你两天了 我错了 不敢了 1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